四面台有什麼分別呢? 那你走雲四面就行了 會覺得... 能力不同 你連後面也要給力 背部也要給力 還有那件事是紅館的象徵 紅館開三面台好像都差點東西 開四面台好像真的完了夢 我們四個人在紅館沒做到四面台 都真的... 講不到 應該要做一次 口水多過落花 等你埋位 紅館就離開了 準備成點 有什麼給我們看 有什麼可以透露 有沒有客人可以說到 歌單是什麼 我一次過全部講完 派個代表 這次其實第三次是四面台 第一次踏四面台 第三次紅館 第一次是四面台 第一次是四面台 為什麼四面台 為什麼一直都上 現在可以做到四面台 之前都還在想 能不能處理 現在 四面台有什麼分別呢? 那你走到四面台就行了 那你走到四面台就行了 但是會覺得... 能力不同 你連後面也要給力 背部也要給力 還有那件事是紅館的象徵 紅館開三面台好像都差點東西 開四面台好像真的完了夢 在紅館還沒做到四面台 對 都真的... 說不到 應該要做一次 對 對 對 我們不只是一人站一面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混合 對 到時大家看到的圖案 這是一開會的時候 就是四面台 對 還有四面台是會比較貴 成本比較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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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台上所有東西 那你又多賣點票 我就是開心 這次比較貴 因為我們之前都沒有做過很多 扔那麼多本的 這個叫劃一票價 你說一下班底 因為這次班底 第一次合作的 如果說監製 就是番狗 大家可能之前看過 SAMI很多不同的現場會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機關 這就是番狗出色的地方 這次都會有一些 我們未試過的機關 在這個現場會見到 剛才的這件事 還有我想每次我們去設計一個演場會的時候 很重視究竟如何去串連故事 還有我們去量度的時候 歌單不僅只有我們SEO Star的歌 我們會選擇其他人的歌 究竟歌的主題如何可以配合到 然後去唱其他人的cover歌 原來這首歌 拉落另一首歌 有這樣的效果 而可能好像你聽電台的音樂表 那些音樂流量如何可以一連的好 如何勾著每首歌 這是我們每次演唱會都會去 很著緊的地方 往上兩次就是2014年和2017年 也有一個人跟隨著我們 那個人叫做小童 他也是飾演琴手的角色 但是因為其實他的崗位算是我們這麼久以來 是SEO Star的第五人 這麼重要 因為很多歌曲他創作 最熟悉我們 其實從未出到已經跟安仔 好朋友來的 對 同學來的 對 這樣 今次就是音樂總監 今次大家成長到在這個位置 他就成為了我們音樂總監 也是第一次他做紅館的音樂總監 他比你們更緊張 另外他也很開心 因為一開始就是我們一起 現在他第一次都給了我們 所以他是感動和激動多於很緊張 所以歌單 即是那些arrangement 他會有很多新的重新改編 再加上可能兩天有一些歌單 可能都是有點不同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歌 例如曲目上 可能每超過四十首以上 嘩 都不意外 因為我們經常都很多唱歌 嘉賓不能透露 會有嘉賓嗎 會否可以 應該是有的 何見禧 應該不是只有我 梁超空 吳崇明 即是一個很豐富的表演 豐富的 很多喜神 喜神 喜神轉合 喜神轉合 已經賣了票 開場 多謝 希望可以加場 對 希望 或者有一個Part 2 想想想 想想想 因為來這個演唱會 還有一段時間 是 一句跟公司說 想想想 好 我們剩下的時間 不如問一下Ice Bricka 剛才我設定了一些題目 好像你們都幾有興趣回答 有沒有一些後悔的事情 即是你的選擇 錯誤 後悔 或者有沒有事情是後悔的 泰詞學滑雪 為什麼 我很喜歡滑雪 我是最近幾年才滑 你去哪裡滑 沒有滑 即是疫情前 去歐洲、日本、韓國 很好玩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太遲認識這件事 之前為什麼沒有學 之前沒有接觸 甚至完全看到好像沒有滑 有點害怕 不知道 總之 誰帶你去滑 我老闆 他很喜歡滑雪 經常帶我去滑雪 我一開始學滑雪 就在半山高難度 很高難度 下去吧 我什麼都不懂 真的嗎 我只懂得 我只懂得 tow side 不是tow side 只懂得蹲 蹲蹲蹲蹲 蹲下去 然後就找到樂趣 我找到一件事 就覺得原來滑雪 真的很練到意志 如果我不懂得從山上滑雪 怎樣一個人 因為大家都離開了 我又不太懂 我不知道怎樣下去 接著 我自己一個人 用我的方法下去 我就覺得 其實這件事 真的挺有趣 又練到意志 又好玩 對 好像人生一樣 對 太時學話說 其他呢 幾位 有些老套 但真心 沒有認真讀書 說認真讀書 可能是中學 大學 不只是上課讀書 是沒有在學校認真地 跟同學 真是很亂異 你是比較自我一點 我比較 自己收拾自己 我比較 大學的時候 已經是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 已經開始了 所以就變相 但也不是一個藉口 只不過是有時候 做事真的會做得很硬 所以經常在課堂 就睡覺了 我大學的時候 我讀文化和文化研究 跟我寫作那些 絕對有關係 都可以幫到手 但經常拿來睡覺 中學那些 也沒有認真讀書 拿去拍拖 也沒有 真的 哎呦 真厲害 你拍拖那裡 又幫到你寫書 有些感覺 同學可以多一些聯誼 尤其是大學 這些是將來都可以做到的 是嗎 是 但我看到身邊很多其他的人 他們都說 有同中學同學吃飯 同大學同學吃飯 你沒有這個 我不是太多 我沒有什麼建立的關係 所以這個是 有這個東西回不了頭 對 大學的時候 你建立了那些聯誼 不能說我現在約會那些人 算了 這幾個就是SEO Star 這幾個 唯有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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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們身為握殺了你的職業時間 安仔和超峰 有沒有後悔的事情 你先說 我就想起那時候爸爸 即是那時候爸爸在醫院 即是他最後病 那時候 那時候我應該是中學的時候 還沒有讀護士 覺得很無力 不知道做什麼 然後讀護士之後 發現原來 就算我一個普通的市民 原來很多人可以幫爸爸做到 在病房的時候 即是來很簡單的抹身 原來讀了書之後 原來一個簡單的抹身是不簡單的 又或者很簡單 一個轉身 因為可能在床很久的時候 有那些聽過的抹瘡等等 即是之後才知道 原來兩小時轉一次身 已經可以解決了抹瘡的問題 又或者兩小時轉一轉 我的枕頭 由底轉一轉 原來看起來這麼簡單的 原來背後有很多理念 是可以做到的 那時候 如果再一次 我學會這些東西的時候 爸爸那段時間 會更加舒服 那你學護士是否也是因為爸爸 是因為希望可以幫助家人 首先 還有有穩定的收入 那時候 可以變成家人如果有什麼問題 我是可以做一個顧問 是的 超哥呢 其實我盡量都不令自己後悔 但也經歷了一些事情 所以才能調整自己的心態 我記得一二年的時候 我們開始了 第一場我都很開心 很享受 第二場其實我整個人都很緊張 不知道為什麼 第一場關於不緊張 對 就是不知為什麼 真的會不知為什麼 整個人都很硬 所有事情都很不至於 但是 只能夠用一個很緊張的心態去應付表現 但其實應付表現 其實是很不喜歡這個感覺 因為那個又不享受 整件事你會少了很多記憶點 你很多時候都是用情緒的緊張去牽動 所以那一刻就很後悔 自己在舞台緊張的我 往後就是 當我一去到這個狀態 就提醒自己 如果你不想像上次那樣後悔 那你今次這一下 你就要懂得享受 而且要原諒自己很多 在舞台上的一些錯流 令自己可以 即使做什麼都好 發生什麼情況都好 先享受了 這個是很緊要的 對觀眾也是一個負責任 是啊 好 剩下的 看看能夠回答到多少 全世界你最喜歡聞的味道是什麼 Smell 我本身想回答一種香水味 Sandlewood那種味道 但其實你問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第一次發揮到答案 我在想答不答 我想現在還是答 小心小心 它現代來說它不是一種味 我喜歡聞的人的呼吸味 人的呼吸味 人的呼吸有很多種 不是口氣 我們也有的 平時我們工作時 人味 站得很近的時候 不能說話 只要站在那裡 敷出來的味道 你喜歡那些味道嗎 我是喜歡聞 鼻噴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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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口氣 不是口氣 不同的 現在就聞到 因為每個人都戴口罩 是啊 現在就 慘一點 有時候我們曾經錄音的時候 或者忘記做什麼活動 只要站得很近 真的會聞到 什麼味道 我們有時候在焗煮胸都買 但我喜歡聞這些味道 其實這樣說是挺甜蜜的 是不是 常常聞這種味道 超風 所以我做不得了 超風的